哈囉,各位學員大家好,我是林教練 哈囉,各位學員大家好,我是張教練 那等一下有我們兩個來示範一下 就是我們怎麼教小朋友在家裡做複習網球 好,首先呢,我們網球 我會建議大家在教小朋友的部分 可以用這個紅色的剪壓球 那這紅色的剪壓球它比較大顆 有比標準網球它剪壓了70% 所以拿來教小朋友是最好的 好,那等一下我跟張教練會示範一下 怎麼跟小朋友做練習 好,那OK,首先我們不用球拍 那因為小朋友,10歲到6歲的小朋友 他們在心跳性的手引心跳 還沒有那麼健全 好,所以我們可以先用拋接的方式 好,教小朋友打球 好,我吃完了 對,好,它闖過來 對,好,它丟著 對 OK,很好 好,那你可以讓它丟到反拍 好,讓它稍微移動一下 對 好,如果說 你的拋球,小朋友可以很適中接到的話 那代表說 你的小朋友的時候也覺得非常的好 好,在對球的反應是很好的 那我們就可以往下進行下個階段 就拿球拍 好 那建議爸爸也可以帶一支球拍 好,爸爸媽媽可以準備兩支球拍 一個是小朋友用的 那家長可以用一支球拍 因為 小朋友他會跟著你的動作做模仿 像個鏡子一樣 好,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好,切記喔 爸爸的動作一定要做正確 好,因為小朋友會學著你的動作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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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把它停下來 就會這樣子轉身 這樣 運球動作 對 很好 我吃完了 對 對 OK 好,這正拍 再來是反手拍 好 那反拍也是一樣 OK 這樣子 對 對 好 好 那在這個動作的部分 你要切記小朋友有沒有做側身 好 來 有沒有側身 對 看人家側身 很好 好 正常練習沒問題之後 可以 就挑到下個階段 就直接用拋的讓他打 好 那因為這個階段呢 很難 能夠跟小朋友做這個打 所以建議呢 就是一個家長做拋球 讓小朋友做擊球工作就可以了 好 好 正拍 好一樣 正拍現在準備好 好 就丟 來 OK 讓你丟 OK OK 就這樣子 那你可以慢慢 沒問題的再練反拍 好 一樣 丟 對 好 丟 OK 好 如果OK 難度可以慢慢調高 如果說這邊 上個可能上一兩期之後 他的整個打球的方式都變得比較厲害的時候 就開始可以把這個輸入加快 好 動起來 就練習 讓他 對 有些不一樣的方向 好 不一樣的步行 對 OK 好 這樣子的練習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最簡單的在家練習的方法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